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六晚 我们的香港台Cross OC 香港人和理check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大宝 今晚和我一起check有Jane在这里 Jane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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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有一个嘉宾 是的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非常之著名的嘉宾 Sophie Mac 真是欢迎你 来到我们一起去和理check 你好 Sophie 你好 大家好 多谢你们邀请我 是的 为什么我们会叫Sophie上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这个星期在澳洲 或者特别是Sophie第一单的新闻 就是关于香港特区政府的经贸办 住宿来的一个办公室 搞了一个活动叫做《二味香港》 我们之前的节目已经有讲过这件事情 上个星期六正式举行 然后它当中有很多活动 不过众所周知这些洗白活动 都会有些人是不妥的 正如我们前几集的节目都说 在LiCard那里的那个特区25周年的广告版 就是在那里淋淋淋淋淋的 去替香港特区政府去洗白 结果被人弄髒了 是的 我们都看到那个版被人弄髒了 不知道是谁弄髒了 说回Sophie 这个《二味香港》 其实这个活动我们在外面 你和我讲完就搞了一齐示威 我记得是你先开始发气的 其实为什么你会想到要有些行动呢? 关于这个活动 我也是很随意没有看到这个活动的执行 一看到的时候 就本身觉得挺好 在这里祝福香港文化 祝福香港美食 但是按了一个网络 之后发现原来是 原来是这个的香港经贸局 和香港的游戏会 在那里主要赞助 然后主要目的是叫做 庆祝25周年的香港回归 那我就觉得 OK 原来这是一个香港政府 在那里主办的活动 也都觉得他们想藉着这个机会去洗白 他们之前2019、2020、2021年的所有的 在那里的反抗的行为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做些事情 去展示给他们看 我们是要抗衡他们的活动 其实Sofia 其实现在这个时候 去搞这些活动真的不容易 因为要叫人来 还有这个活动 它先来擺出一个旗次 就是我们要吃一下香港美食 感受一下香港的文化 真的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看到原来这个活动 其实是香港经贸办去赞助的 其实就是他们所谓的 李家超会所谓的 说好香港故事的其中一部分 这次我也有现场 Sofia 我们是不是很意外 想不到有很多人来支持你 去举行这个活动呢? 我本身都是想着 我看到Facebook page 都是可能有百多个人的兴趣 谁知道真的 没想过真的会有这么多人来 去参加我们这个抗衡 就是很多人都住在很远的地方 不是住在城市附近 但是都会拿着牌子 自己是很自发性地来 去支持这个动作 我都很感动 其实我现场都有意外 因为我看到虽然有很多 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发表言论的时候 我们喊口号的时候 其实我们正正在对着 对面一个巴士站 有很多人在排队 上一个双层巴士 其实很多人 专心在那里 站在那里听我们在那里讲话 接着听完我们讲话之后 就拍手掌 其实我听闻很多人 其实不知道这个活动 原来有这样的意味 而我们这个活动 就告诉给参加的人 听 其实这个是一个洗白 一个 中国共产党 香港政府的一些洗白行动 这样 是的 很多人都是他们去完 他们的双层巴士 或者进去吃完东西 之后都会出来 过来我们这边 去支持我们 就是去设计一下练农场 也有些人 只是 连同小朋友 这样过来 和去 都会去 叫口号 都会去支持我们 那Sophia 你怎么看呢 因为其实我讲完 都一起合办这个活动 最近一直有个人 有不止一个人 一两个人 在我们的 几乎洗白色的留言 就说我们去这个活动 是没有政治成份的 你不是说参 你不是在那里支持这个活动 就代表撑争产党 我们都要 是香港人的 就一定会支持 原来的香港有繁荣、稳定、机遇 你怎么看这些言论 对不起 怎么看这些言论 我觉得不是所有人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 都会支持共产党 因为他们都未必知道 谁是背后的教授 也不知道他们进去 他们可能看到那么多的不同的 宣传香港的所谓 扮明稳定的这些策略 所以他们来 真的可能是表面 很片面地 去叫做想吃香港的小点心 所以我们的工作 就是要去教育他们 或者令他们意识 原来是 如果你们参加的话 有机会真的是 在支持这个 在支持他们的香港政府 那是呼籲他们 尽管他们要成功 我都认同你的意思 因为其实在现场 无论是在现场的人士 或者事后 我们收到一些信息 都是说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活动 其实背后 背后 香港有香港政府的角色 我们觉得我们的示威行动 其实就是要和我们发放一个信息 这个活动 其实在那里 在分析太平 香港根本就不是一个 一个稳定繁荣 和有机会给香港 如果不是我们都 在这两三年里面 就不会出现了移民潮 有三十多万人 是离开了香港 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店铺 就是百业凋零 现在香港又怎么可以说 上是一个繁荣的地方呢 有这么多的政治犯 一个监狱里面 有七千个全港的囚犯里面 有二千多人是因为 反实例运动和这个国安法 而被囚 那你怎么可能说 这是一个稳定的地方呢 那我觉得这次的活动 其实是一种意义的 那我们当然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针对 在里面摆档的商户 但是我们希望 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 你们去协助粉饰太平 其实这件事情可能 都是有代价的 还有我们也希望让他们知道 就是将来 当你要和这些这样的 香港经贸派合作的时候 要三思 你自己怎么看呢?Sophia 是 其实我们另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 就是有些很多 意味香港他们一两个礼拜之前 都邀请到澳洲当地的主要政府官员 来做演讲嘉宾 那我们在那个网站里面 看到那个设计 看到他们会去设计 设计的时候 我们也有尝试去联络他们 叫他们尝试解释给他们听 这是香港政府这个政权去搞的活动 他们有这样的目的 我们也不想他们变成一部分 就是propaganda 所以我们也用了那两个星期去呼吁他们 叫他们尝试不要来 在结果他们也很理解我们 都去realize 原来他们也是不想做这些事情 去帮香港政府讲话 所以就没有来到 好像是Sidley的市长和一个议员 是吗? 是的 那雪梨市议会的所谓市长Clover Ball 是逼去的 我又要帮他们讲话 就是因为这个意味香港活动 就在它管轄范围的雪梨市议会出现 就是他不可以不去的 另外那个议员应该就是一个多远文化的 就是负责多远文化的一个官员 也都是逼去的 我觉得他们也有点冤枉 是 但anyway 他们最后都可能是有所谓pressure 或者是都理解到为什么原因 就是有这个legitimate的reason去不去 我觉得他们的选择不去 是理由都很正确 因为你没有理由想一个极权政府加持 无论这个活动里面 它现在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背后支持的政府 其实就是一个极权政府 等于如果你搞一个俄罗斯音乐制 其实就是俄罗斯政府支持的 你觉得那些议长 或者是一些multi-cultural的部长都应该去呢 我想大家都很觉得应该是不去 比较恰当的 是不是 这个也是 其实香港政府可以在这里做任何事都可以的 但是他们怎么可以得到 就是认受性呢 就是要有这些当地的政客 主要重要的政客来捧场去发表演讲 但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做到去delegitimize 它这个活动其实是挺成功的 我其实想加一搭嘴这件事 我们这次以为香港 其实第一 我们要针对中共和这个特区政府 其实我想提一提 就是这里 因为他们两个地方 两个政府 其实都很严重违反人权 侵犯人权 其实今天 就是这一陣子 这个星期 联合国公布了一个 关于新疆人权的报告 或者我们一会儿晚一点 我们都拿回来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 和我们一件事 这个是都有相关的 没错 是的 这个新疆人权报告 8月31日 晚一点 欧洲时间和美国时间 如果大家 住在香港或在澳洲 就是9月1日 就是在巴托萊特 他临死任之前的时候 就推了这个报告出来 非常精彩 就是中间可能很多内容 大家都知道的了 但是由一个联合国 那么有份量的组织去写出来 那个叫做力是大很多的 就是那个所谓的杀伤力 是严重很多 因为很多的西方 或者美国的政府 就可以拿着这份报告 去做他的事 这个我们就之后的一节 我们会拿出来讲 但是我又想 我们不要拉得那么远 不要说新疆人权报告 我们不如说回那一天 就是我大埔都又去这个意味香港了 就是我是什么角色 一会再说 但是Sophie和Jane 你们两个去搞这个 你这边的摊位有什么 我看到有些政治犯 每一个人就是有张照片 然后就写了A4 然后就连了一条线 被人看到 香港原来有一些政治犯 已经在拘押当中 又有这个写心意卡 年龙牆 还有什么在你那个摊位那里呢? 我们主要叫口号 和播出抗议的歌 最主要就是引起对面的人 排队举的人注意 亦都是 Jane她也有做了访问 就是解释到这个是一个 香港政府这些很荒谬 也都是不知廉恥的一个活动 所以就是 纯粹是教育到对面的观众 我们还有其实就是 宣传那个联署行动 要求那间港公司 把那个广告落假 这个也是有澳洲的本土人士 去支持的一个联署行动 这个也很感动的 因为那位女士都说得出就是 我们没有理由在一个民主自由 和民主自由的国家 而被她可以在这里 讲这么大的谎言的谎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宣传的 整件事都是得到 这里的香港人 和这里很多人是得到支持的 这个也挺感动的 是的 我们很多的奖务员和支持者 都会在10点多的时候 已经集中 已经来到那个场地 然后就是帮忙在那里搭那些不同的 因为那时候下雨了 所以要搭迎 所以他们都很有心 登出来去做这些事情 其实因为我们早前已经是 大会的时候已经是 香港ABA 他们已经知道我们会有抗争 所以他们已经做了所谓安全的规则 所以就因为他们有安全的规则 所以他们那些人进去的时候 是要排好长龙 所以因为他们要排这么长龙的时候 所以就要被逼听到我们的抗争 是 真的有些反效果 我觉得 是的 正确实 其实是的 真的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 我不是在会场出现 但是我不是在那条线出现 我之后也有探回你们 我做的角色 我大宝做的角色 就是要深入敌阵 去经他们的安全的规则 因为我说什么安全的规则 就是里面有什么情况 首先我第一轮就是想10点多 就是11点钟想进去深入敌阵 但是结果那条路就很长 所以Sophie就解释了给我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为什么排队这么长 然后之后我就再晚一点 可能12点松一点才进去 那就轻松很多 那么原因就是 好像Sophie所说 有安全的规则 然后就是他们要排队入场 然后就是需要 要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就是检查一下 你有没有什么攻击性武器 什么都好 就是他们有安全的房间 就是差点有个门架 要跨过去 那是没有的 但是他们又要检查 我深入敌阵 我当然什么都不带 我只得着外套 什么都可以了 所以连遮都没有 就很可憐 我都没有带遮 然后走进去 走进去之后 其实那个环境 也是一个 因为这个Pervalian 本身是一个可以 装到六千人 就是那些人可以开 一个六千人的演唱会 的一个场地 所以其实是挺大的 舞台都挺大的 都挺空荡荡的 这么说 因为这么大的台 但是其实只有十多人在上面表演 那你可以乱醒到 真的好像扔手包的情况 然后它里面的布局就是 它会经过一条 所谓的长走廊 长走廊两边就是它所说的宣传 就是说 50年代香港和现在的香港的对照 就是叫你去回忆一下香港 然后是一个水帘 噴霧式水帘 意味香港的标志 你穿过去 就是那个大的宴会厅也好 大的表演场地也好 就是在它的左 我进去场地的左手边 就是一轮有一堆的展板 就是香港特取政府的展板 就说我们是 我们介绍一下香港 又找入字 然后就有一幅很大的大湾区的地图 就是宣传大湾区有多么好 然后就有一些它的主要的赞助商 就挂了一些二拉架 就宣传 其实是我们香港特取政府 投资香港 或者是这个香港ABA 其实是一个澳洲商会的 香港澳洲商会的 新林威尔士州的分会 是的 香港ABA 我们要说回全名 让听众知道 他们是主办的 然后就有一些摊位 比如我们看到有些是 比如介绍去叫人耍太极的 叫人去抒发的 或者是做成结的 又或者是有一鸡蛋仔 那些店铺 那我们澳港联那里 之前已经出了一个post 就是告诉你们 他们当天参展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 黄色经济圈在澳洲 就很难 很难identify到 但是蓝色经济圈 我们是非常努力 去为他们去立喊助威的 就是大家看到这些商户的时候 就好好考量一下蓝色经济圈的威力了 是的 然后当中也有一些不同的摊位游戏 有些表演 表演当然就是不外乎那些耍太极 又或者是唱歌 就是唱一个獅子山下的那些 有一个在澳洲 我都见过他的 应该在澳洲经常都会唱歌表演那些 那些中老年的男士 那样 就要唱《獅子山下》 非常之道地的广东话 《獅子山下》好 就是香港名句说好香港故事 非常好 另一边就是有这个摊位 就是吃东西的 不要说 你不要以为进去这个 这个意味香港的活动 就是可以吃一下香港地道美食 全部要给钱的大佬 还不是便宜的 比如看到那些鸡蛋仔 也不是便宜的 然后跟着有一些 比如炒饭也十几元一盒 我想Sophie 在你家附近的地方吃炒饭要多少钱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 巴菲利人里面都差不多的价钱 绝对是 就是比香港昂貴 总之不是香港地道美食的价钱 是香港地道美食 但是澳洲食材 就是澳洲人工 我还以为是有些免费的东西 原来全部都要给那么多 那么贵的 那么贵的 哇 外国不用钱的 真的是 生意来的 然后也是很多人去排队 其实大佬深入敌陣 其实我有些观察的 第一就是 就是那个什么大湾区的战犯 是没有什么人理的 那些人碰行碰过 或者是在那排队的时候 看一看 为什么要排队呢? 就是因为他的安排 是相当之不好的 就是譬如你食肆的摊档 就是因为太多人就要排队 排队买东西 排队的时候就排在大湾区的剪板前面 然后搞到人都被塞住了 然后买完食物 然后他有一些桌椅 就刚刚就放在那些美食池前面 那又是塞住那些人 然后呢 另一样东西更加好笑的就是 好了 然后跟着有些中间 就是中心位 他又放了一些摊位游戏 但又是没有人玩的 就是扔的那些 好像类似大富翁那样 扔色仔 有些换奖品那些是没有人玩的 没什么人玩的 就是那些人都是 随便玩的 然后跟着 要是排队就是写无不字 有个师傅写无不字 给你看那些 那些会排队看一下 其他我觉得真是很走过场的 就是那些团体表演员 就是换衣服 换衣服 散工走人 那样 我觉得最惨 就是帮意味香港做的那些义工 我相信应该是义工 不是缺义工 是吧 缺义工都会选择一下 他已经做还是不做 义工就是被人召唤 被人吹鸡召唤 你真是没得不做的 这也是 这也是 我只是想说 因为我看到他们现在的选材 就是中国、太极、唱粤 2022年的香港 这几样东西有多代表到香港 其实永远是一个问题 是永远是一个问题 我相信 就是我自己在香港长大出生 我从来都不会觉得这些 可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但不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 如果真是说香港就有多代表 Anyway 大家都真的要厉害 这些活动 我相信陆续有来的 在全世界各地 香港人去参加这些活动 要好好看下主办的背景 究竟有什么资金 究竟是说什么故事 我们希望在这里 希望今次有一个作用 以后有类似的活动的时候 大家都要好好去检视 究竟这些活动背后的目的 我觉得是的 有些参战商可能被绑架上战车 又真是蒙不白致怨 就像刚才Sophie所说的 在这里示威的 橫页的对面 就是他们的入口 对面不是说有些巴士站 然后有人排队 那些人的回答回来 怨声再道 又落雨 落雨思思 又要排队上巴士 排到混乱到很难才能上到巴士 有些人说 其实我们雪梨 每年2月份 都有巴士和火车的同乐日 这个雪梨的巴士博物馆 都有派了熱狗巴去 那个时候2月份的安排是好很多的 然后接着现在就真的有排队 你又要排队在那儿上巴士 在那儿过来的人 那你又不想听那些 不想听口号的 你又要迫在那儿听口号 但是又要在那儿 那由雪梨巴士博物馆 又要被人在那儿硬去安排不修 又好像要自己背上身 那样说这些真是 多梦想不白之愿 他们上巴士是做些什么的? 你知不知道? 其实是巡游一个圈的 就是好像是经过这个NZ Parade 然后转回头 就是过一个圈的人 有一个圈的人 上我 estado在那儿 如果父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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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aaaa 帮 quedao 平时再厚颜色 fra鱿土而且还 kitsch !! 拍正件照片15分钟立即取得 现场还有很多富士产品系列 即影即有相机 不同款式的相纸 特别限量版的即影即有什么都齐 拿passport no problem 富士图94年开始已经帮大家 电话是905-940-9333 哈啰 大宝 最近有报道 就说香港的人口有很多香港人离开 现在香港无论是老年人口那样东西 比例老年人口多了 比例大了 但是工作的人口又少了 那会不会是这个老人才是我们未来的 香港的未来的稳定因素呢 我就不知道它这个稳定因素 去到哪里 去怎样去 measure 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震惊的消息 其实很多人离开了香港 去另一个地方去展新生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但是问题就是说有几个不同的资料 和报道加在一起之后 我们就继续出一个拼图了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英国的内政部 刚刚公布了它的报告就是说 BNO visa 越来越多人去申请 现在已经是有14万 大概14万5千的香港人 已经申请了BNO visa 你不要忘记了 申请人和这个是主申请人 还有家券开始离开 一起申请BNO visa 去到2020年6月底 14万5千个 大家记住这条数 然后第二个数字 就是香港政府公布总人口的数字 在6月底就是729万 那是比2021年的6月少12万人 你不要忘记有些人是自然流失 可能是新老病死的自然流失 但是不要忘记香港是有些每天150个新香港人 是会加入成为一个香港人的嘛 但是你这两个的 譬如你在香港出生 再加新香港人 每天150个走下来之后 你的人口是应该会一直加的嘛 因为香港的死亡率是越来越年老才去世 但是竟然比一年前少12万 很多人是Exodus 已经是走难离开 这个是比较令人震惊的消息 因为这个是1961年 有政府统计人口数字开始的时候 最大的跌幅 也就是说已经是有11万的香港居民移出去外面 这是最大的一件事 好了 第三个信息得到的就是 由日经的亚洲新闻报导 就是告诉我们最近这一年 60岁以上的香港人是增加了18万7千人 18万7千人 是60岁以上的 多了 不是只有18万7千人 而是多了18万7千人 而老子人口是减少了6% 只是去到376万人 这三样东西加起来之后 你就会想到那个趋势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Sophie或Jane会怎么看 Sophie 你其实就是那12万人里面的其中一个 你有什么原因要离开? 原因都很明显 其实都是香港的人权被人剝削 被政府剝削 觉得留在香港都不能再发展 也都会继续被人去抑制 觉得很不安全 也都看到外国都会去尝试 很多外国的政府都会伸出援手 去欢迎香港的人 都会想接受他们的 叫做去尝试去接受他们的政策 其实香港人离开香港 有很多香港人离开香港都是新常态 我想大家都像我那样 有很多朋友 这个去了加拿大 那个去英国 有些人来了澳洲 这个都有关系到就是 第一 英国给了一个BNO visa给香港人 加拿大也有救生艇的决策 而澳洲也有避风港战 提供了很多机会给香港人 用一个更加容易的方法 去移居去其他国家 其实不止这几个国家 其实在这个全球的人财战里面 新加坡最近都有一个动作 是的 没错 在刚刚上个星期一 8月29日 新加坡人力部长 和贸工部的第二部长 陈斯隆医生 开记者会宣布了 要提增加竞争力 吸引优秀人才 所以就推一个三万元高薪的就业准证 我说三万元是新加坡币 因为这个是新加坡的消息 所以我们会引用新加坡官方媒体的报道 其实它就会 如果你是一些相当于最顶尖5%的人财 即是在新加坡指来说 月薪至少有三万元的可以申请顶级专材准证 即是Provisional PR 又或者如果你月薪至少有两万五千波子 就可以做个人化的就业准证 有很多不同的签证的选择 这些详细你可以自己去看 但是 即是连新加坡都视香港为竞争对手 都推出这些签证 其实在香港说好 香港故事可否吸引到一些外国的朋友 来香港去打工呢? 这个真是未知之数 我都说有一些媒体朋友 他是英国人他都要回英国了 又或者甚至乎 我们不要说那么远 这个星期每个都叫开学 我看到两个post 那些朋友 就是中学同学的post 一个中学同学就举家去加拿大 另一个post 就是我大学同学 就是兴了在英国移居一周年 我觉得这个抢人才战 新加坡真的可以不战而胜 嗯 那新加坡是不是很多哥尔夫球场的? 因为湯家驊说 香港如果咳了哥尔夫球场 就不够人欠人才 人才就会因为哥尔夫球场而留下的 是不是新加坡会不会有很多哥尔夫球场? 我说到澳洲是不少的 哥尔夫球场应该都抢了不少的 澳洲的哥尔夫球场是多到你不想打 新加坡哥尔夫球场就不算太多 不过新加坡有很多水商活动的嘛 你去圣徒沙或者出去滑水 甚至乎你去文丹岛那些都已经很正了 洗鬼去 难道去大湾区里吃一个泥蜗刺身吗? 我觉得哥尔夫球场 就未必是一个抢人才的地方 其实人才就是跟着那个地方有发展的机会走的 应该这么说 那为什么离开香港其实 除了好像Sofia说的 那个地方我们的人权 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民主都被人剝奪了的时候 其实等于它的机会发展的未来 都可以是很不凝望的时候 人就会自然走 这样 这样 我没有想问 其实你离开了香港那段时间 你觉得在外国生活又如何呢? 外国生活你就会好像觉得自己是 可能比较安全 说话是没有那么需要去自我審查 但是虽然你也要关心可能 香港的家里或者朋友 都要小心 其实都要 就算你经常都会看到 可能这些标签 或者这样的二美香港 经常都会这样的 在那里疲劳轰炸 你都会觉得 其实他们都很近 这些香港政权 都会继续在我们附近 都会继续在影响着我们 所以都是继续 其实就算在外国 都要有某程度上 都要继续叫做小心 嗯 其实我觉得香港人去到一个 去到外国 不代表我们是要放弃了香港 遺棄了香港 又或者我们真的去 尋求外面的生活就算了 以前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 其实不是的 我们其实来到一个海外的时候 作为香港人 我们应该掌握我们的机会 去发声 为这个香港人去说回他们 说回一个真实的香港人的故事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这样的责任 这个就是 为什么Sophie和我们一起 在这个以美香港里面 搞这个示威行动 因为我们都觉得 我们虽然来到海外 我们既然身处自由国 自由角度 我们就应该去尽量用 我们的言论自由的空差 是呀 遲些陆续有来 是的 我觉得自由空间 不只是言论自由的 连这个防疫上的自由 都是很重要的 你看到我们 Sophie也体验到我们的防疫自由 就是防疫到已经是中焦都不是很理 又或者已经解除了很多的限制 前个星期我去莫尔本的时候 好像只是坐飞机才要戴口罩 在机场好像人们都不太戴口罩 已经看到我们很自由 相反香港很多事情都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会令到你很不自由 最近我看到一宗新闻 我觉得是最好笑的一件事 就是警方 警方呢 就是会出现这个 就是会有些警方去掃黄 掃黄看下有没有 就是不道德场所啊 什么经营啊 谁知道呢 就去掃黄呢 就抓了一堆的疑似妓女 同时间呢 也都是发现了这16个嫖客呢 是没有掃安心出行 所以要扶满 真是嫖还嫖啊 最重要是遵守防疫政策嘛 掃了安心出行 大家便安心了 但是呢 如果发现到有人在那些不道德场所中了招 然后公布这个要检疫的厨所的时候 那些嫖客怎么跟家人交代呢 我去了不知什么大厦的 不知什么是多少楼 接着那里唯疑有人中招 所以我要隔离 其实无论香港啊 或者是内地 就是中国里面的防疫政策的荒谬呢 那其实我打算是在外国的人 在外国的香港人或者其他人呢 你看回头你觉得匪夷所思的 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是这样的 那我想说回一件事就是 刚刚过去的几天 8月11日 那就是太子站的黑警襲擊平民的事件 我知道英国那边有举行 好像曼律斯特就有20年活动 那我们相对澳洲就相对静态一点 那我们可能有不同的 大家都在一个社交媒体去 去纪念这件事 那其实好像在8月31日那天 其实在香港在太子站 警方其实都是高度戒備 而且有人被拘捕了 是 没错 非常之 就是大家都知道 一逢到31日 某一个站 就特别敏感的了 就是警方 就是甚至乎是有畜龙那些 畜龙在这个地铁站 我们上个星期都拿来始绍原 就是刚刚这个三周年 就是8月31日 那当然也是有人会继续去献花 有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纪念这件事件 那警方的例牌就包重防药 然后去審查 甚至乎是拘捕一些人士 就是说他们行为不检 就是当然是什么罪名是不重要的 因为他们只是想滅声 就是他们去安插很多罪名 就是说你拘捕 但是其实你可以放软相手 他都说你拘捕 那我们想说的就是这件事 就是历史报会忘记 那历史报会忘记的时候 也都有这个媒体很大胆去找回 就是当日8月31日之后的一些政府官员 就是他当时说了什么 和现在他做了什么 基本上就是有袍头有解话 有去解释的全部的官员 基本上都升官发财 那帮忙协助掩蓋真相的人 那在今时这么荒谬的香港 升官发财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不代表他们掩蓋的真相 是会永远是可以埋在水底里 也没有人知道的 我相信有一天 这个真相都会浮现出来的 那究竟当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有多少人受伤 那有没有真的有人在里面死亡呢 犧牲了呢 那我其实很多香港人 仍然是希望知道 这个是831太子站的事件 是香港人不能忘记 也绝对不会忘记 一个共同的创伤 我相信无论过了多少年 这件事都会记得 总之有人这件事件 就会一直流传下去 没有的 你这些怎样说好香港故事 都不及一段无山剪 无无山剪的CCTV的片段 利得真实 这件事我们已经追求了 完全是无山剪 高清的太子站的CCTV 都是三年求美得 你怎样说好香港故事呢 所以变成了这些 你又搞什么防疫政策 就算是同地学校谷针 切金银筒奖 都是无用的 你怎样说好香港故事呢 我们海外的香港人 就帮你去说好香港故事 是不是?Sophie 是的 就算我们有这个责任 就算香港人 现在可能不可以 不可以香港很自由地去 可能就算是有这些庆祝活 或者是在庆祝这些事情 我们也有这个责任 不断提醒别人有这些事情发生 去记住这个真相 嗯 没错是的 尤其是你一边就和人说好香港故事 另一边就是揭露真相的媒体 就一家一家地倒下 就是去做新闻工作者 就是拿一条命去拼 就是拼什么呢? 拼会不会被抓呢? 又说你国安法呢? 那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但不要说 我们下一部分回来 我们还有一些澳洲的一些新闻 想和大家说一下 是的 这些新闻都发烤了很久 绝对应该要持续更进 其实我们下一部分回来 我们再过来查一下 回顾这一年 大家欢笑过 大家伤心过 大家轻松过 大家担忧过 无论这一年如何 感激身边有着大家 新一年继续相伴同行 大家好 祝大家幸福安好 好了 回来第三部分 我们继续持续跟进 和澳洲相关 和中国相关的一些新闻 上星期我们已经说了 达尔文港 我们已经说了很久 中资的公司南桥集团 签了达尔文港的港口 可以签了99年 引起哗然 上星期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澳洲政府 国防部 其实有一个保障的报告 但是迟迟都不出来 死都不肯出来 我们是持续私 但是这个保障的报告 不出来的时候 南桥集团反而出来说话 这个才好笑 南桥集团 港口业务部董事会的成员 Terry O'Connor 接受ABC澳洲广播公司的访问 其实这间公司是亿万富翁 叶成先生所有的 不代表这间公司受中国政府控制 其实都是商业决定 很多你们报道有些失实 有些荒谬 其实Terry O'Connor 还要继续说 南桥在山东 对日常的营运 没有什么参与 不投入 全部都是澳洲的人 来管理 来工作 以及不领地合作 这些是陈康濫调的事情 大家都明白 就是Terry O'Connor 有他自己说他自己那边的故事 那我们又用来说 或者我们去调查的事情 所以其实究竟真相是如何 就真的越辨越明 我想首先第一件事 我觉得会拿出来说的 没错 可能是南桥在达尔文港里面的业务 其实都是澳洲的固言管理 那当然了 要加澳洲的税 那些澳洲的固言当然要签澳洲的合作 要加澳洲的税 以及付澳洲的超级 那这个是废话来的 那难道你真的请一个中国人 就算一个中国人来一个合作 来这里做一个所谓的技术移民签证 就是临时技术的人签证 都要加澳洲税 所以都是澳洲的固言 在澳洲的税务法例来说 那这是第一 第二 其实南桥集团 就是山东日照市 那里是一个很大的集团 大家都知道 其实不是受中国政府控制 这件事可圈可点 首先我已经翻查了一些资料 又或者一些新闻 关于南桥集团 首先第一件事 南桥集团的确不是一个国家控制企业 不是国企来的 不过呢 南桥集团最近有两件事 在他们的信息网里面 或者在一些新闻的发布里面 看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有一个国家级的国家资产委员会 国支委 国支委的官员 去探访南桥集团进行指导 大家记住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南桥集团 是由一个副总裁 也是南桥港总经理田林先生 是签约的 田林先生是什么呢 田林先生还有一个身份 在南桥集团 是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 此铺议员 有党委书记的 就算你不是国企 你有党委书记 都和国家控制没什么分别 如果大家 跑关中国线新闻来说 都应该很清楚了 大家要留意 其实现在 好像回复人行 在前海的市公司 都设立党委书记 其实基本上 在大陆现在 就算外资公司在大陆 成立都要有党委书记 基本上 很难说国家 会不会控制 就是中共 会怎么控制 就算民营企业 都是受控的 尤其你去到一个 这么大规模的 民营企业 你说它和国家 就是中共那边 是没关系 也很难令人信服的 是啊 始终你 都是撇不清这个关系的 因为你一有党委书记 其实可能很多 跑惯中国线的朋友 都应该很清楚 那我就不会太过摆门弄虎了 就算你的集团 或者可能你的公司 有一个总经理 其实总经理的权力 是不够党委书记大的 因为总经理只是日常营运 然后如果党说了算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阿里巴巴 甚至腾讯 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是你想强于马云 就是党一出句声 你就已经立刻要 交低你的所有东西 所以其实你在一个 中国的企业里面 做了一个总经理 不是大了 党委书记才是最强的一个人 另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法第十九条 已经说明了 在这间公司里面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 是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去开展党的活动 而这间公司是应该为党组织活动 提供必要条件 即是党组织 或者党委书记 或者他下面有些人 他说要什么都要提供 所以提供资源 提供培训 有空就要去学习讲话 那些都是一个党的活动 培训班 应该这么说 要先进大家对于党的知识 我都不想再讲这些党八股 但是问题就是 有些党委书记 那些事情就变得不单纯了 我觉得是这样 听说虽然防暴 是不公开他们的審查报告 我们的澳洲新任总理就说 他们的工党政府会重新审视租药 这个也是最新的发展 是呀 就是审视租药 那是不是就是 买了他呢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南桥集团 就是口硬地说 我们不会买了 就是我们这里好地地 为什么要买我们来买呢 就是各自己见 其实我觉得最后呢 就是南桥集团 就是为钱的而已 不会为气的 就是如果就是为一个 党委书记的组织 可以拿到多些的钱的 那他怎么会不反应呢 就是除非 除非他来这儿去管理港口的目的不单纯 否则就是给钱是可以了事的 我相信 嗯 最重要就是 那我们说回地理组织 我们之前也说过 就是南桥集团管理的这个 这个达尔文港呢 旁边是有个海龜码头的 嗯 那究竟可不可以钱买它走呢 那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 这个呢 就是容后解决 那另一宗呢 跟澳洲很相关的新闻 就是上个星期是说 有个荒岛 包括新疆外面有荒岛 那我们不说那个荒岛 我们说所罗门群岛 所罗门群岛呢 最近这个礼拜有很多事发生 就是说 就是美国有军舰想来这个 所罗门群岛去补给 或者是做一些维修的时候 所罗门群岛呢 就或者有沟通上的问题 就不予放行 就是不让美国的军舰 和英国的军舰 是来这个所罗门群岛 但是呢 所罗门群岛又很隔渣地 就用一只去帮他们去做医疗的 一只医疗船 然后就是去到港 就是去补给 去进行所罗门群岛的一些医疗活动 因为又隔过渣 同时间 所罗门群岛的总理 已经下命令去審查外国记者 进入所罗门群岛做采访 其实呢 故事就是我们澳洲广播公司 就是一个王牌的调查性节目 就是叫四角方圆 之前有一集是做他的 就是说索加雅雷拿到中国的利益 然后就分饼 收到一块钱分给一些议员 一些不愿意去受贿的议员被边缘化 当然这件事被人抖了出来的时候 索加雅雷就是所罗门群岛的总理 就当然是极度慌了 然后接着就基本上就是和澳洲 和澳洲广播公司就抹了面 那这件事就是无私显现的事 就是你又好像所罗门群岛好像 好像在凹击着美国和澳洲 就想拉到中国那边 那很显然意见 还有它现在这样会小心审查 给一些传媒进去所罗门群岛做采访 这件事都是照抄中共的 或者是中共给了它一套东西 给它们照做 阻碍外国传媒去做采访的工作 就是收紧这个新闻自由 是的 新闻自由就固自然 因为你知道新闻自由已经很低分数了 连独立记者都会打压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我想是受到这些压力 譬如之前索加尔雷治管治之下的所罗门群都有一些骚乱 骚乱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 一些店铺 一些员工 因为他们经济不好 那些民众就迁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去开的店铺 因为以前所罗门群都跟台湾见过交易 台湾是很无条件无常的 帮他们建设 帮他们设立了一个很好的经济体系 现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你又换了帮交国 然后索加尔雷又去跟中国困在一起 真的很难解释 很难解释你究竟你是不是 其实是澳洲光报公司已经说了他们收了钱了 很难解释你这样的行径是因为你收了钱 不是因为你收了钱的 很显然意见 不过就是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 其实不是建基于信念的 是建基于利益和金钱的 当你的金钱和利益收去的时候 其实这些所谓的外交关系 也可以很脆弱到你难以置信的 其实他们这些邦交的关系 可能up and down 不过现在这些太平洋小国 就成为大国博弈里面的一个关键的棋子 是想不到的 亦都被这些这样的官员 或者这些当地的当权者 就借这个机会来乙取乙葵 也是挺可惜的 是的 乙取乙葵是那些官员 人民都是继续窮到洞 这一刻才是最惨的 中国下一个目标就轮到东帝民 东帝民就是一个天然气项目 现在我们澳洲外长王仪然在拆解这个难题 就是天然气的项目 为什么东帝民外面有些天然气的井 为什么会有条喉去移民港 但是没有去东帝民的首都帝力呢 你帮我搞定他 要不然我就叫中国来的了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落后小国的政府官员 就开始玩拗爛脚了 就是要拿着数 就是他拿着数就不要紧了 但是他只是为自己拿着数 这个借机会就勒索 调过来卖 又或者是拿好处 相信陆续都会有利 但是最惨的就是澳洲和纽西兰外面的太平洋岛国 基本上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拗爛脚 其实对于澳洲的外交、军事都是一个压力 大宝说我们接下来讲一个重要议题 就是新疆人权报告 好 没问题 我们下回回来继续和理查看 私保保险代理自1970年成立 已为超过4万个客户提供优质汽车、房屋及商业保险服务 如果你正在尋找服务良好 及适合你又同声同气的保险经纪 就快点致电416-818-1183 找Amy 帮你报价吧 好 回到第四节节目 Jane 831其实有很多纪念事件可以纪念发生 我们之前说了831太子站和速郎 这三件事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今年的831另一个既得纪念就是戴安娜王妃离开25周年 我想很多媒体都有报道 戴安娜王妃在巴黎车和丧生25周年 都有很多市民悼念 另外今年的831也是一宗很重磅的新闻 就是联合国的人权事务委员们 终于发表了她的新疆人权报告 就在她的总个案时巴赤来特 临四任前的那一小时 就真的发表了她 被人吹逼了她很久去发表的报告 这个报告真是相当精彩 大宝一出的时候 立即下转了48页的报告出来 描写了她153段的报告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份报告呢? 已经有很多新闻陆逐出了 最重要是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 这个新国人权报告 好 发表出来就是中国是在维吾尔 新居这个地方才能集中的 犯下反人类罪 他们不但只是酷刑对待这些回教徒 和维吾尔族 另外就是他们甚至做了一些要他们绝育 性侵犯 甚至是酷刑的东西 而有大量的维吾尔人是失踪 是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而且这些东西是有可信的证据的 是的 这个也是很严重的指控 其实我想如果给大家作一个参考 如果真的大家下载一份报告来看 其实这个报告不是很长的 就是48页 其实有图有真相 又有很多的注脚 其实我又不能说是陈康濫调 因为之前的背景 例如Chapter 1的背景 Chapter 2的背景 Chapter 3、Chapter 4 其实很多以前的新闻都已经涉及了 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要去描述这48页 就是有些困难的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忠告 就是大家可以去描述一下 这个又不能叫recommendation 我们应该是描述一下差不多到最后尾 最后尾有一节叫做 最后一节就是第八章 Chapter 8 叫Overall Assessment and Recommendation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大家看完报告的调查之后 最重要是看recommendation 其实有三段都是很重要的 大家看第143段、第144段、第145段 这三段是很重要的 第143段就是说 这个维吾尔自治区 就是政府实施了反恐和反极端主义的战略背景之下 就有些侵犯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有什么侵犯人权的行为呢? 就是在这个策略和相关政策里面 已经是做到这一件事了 在不适当限制的连锁目色 就有歧视性的 背后就是直接和间接影响到维吾尔族和其他 关于穆斯林为主的社区 这是143段 144段就是说 这些国内用反恐的法律体系来做挡战 其实这个政策或者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很有问题的 因为它的所谓的反恐法律体系 在国际人权规范来说是不对的 就是not appropriate 譬如他很含糊 广泛地去做很多事情 就是去搬一些人去他所谓的职业教育中心 就是集中营 起码2017-190都是这样的 还有一部分是 就是他的理由 当然剥夺自由的拘留的重点已经变成监禁 只是为了他打击恐怖主义和反极端主义 而且里面的人145段都说 他会有很多性暴力、强迫医疗和恶劣的拘留条件 这些指控是很可信的 大家看了这三段再看最后建议各国的政府 建议一些商界如何去应对新疆自治区的政府 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应该如何应对 其实是起码有一个很重要的ground 去告诉你 我们是证实了你做这一件事 那你怎么去做呢?就是要各国政府去应对 或者是私营机构 就是是不是要买棉花呢? 就是是不是要买一些良心棉呢? 那这些就要好好的去考量了 不知道两位你怎么看呢? Sofia 你怎么看? 是的 这个报告其实很多是基于之前的存在的研究 所以已经是非常之多谢这些 维吾尔族这些活动员 他们这么勇敢去揭露中共的这些人权剥削 亦都是很多谢之前是很多 尤其是集中在澳洲的这些人权团体 去揭露中共的人权剥削 那现在正如大保才说 就是最重要就是之后不同的政府可以做些什么呢? 去表达对维吾尔族人的支持 那就是我认为最重要都是要继续有这样的 targeted sanctions 然后第二就是去 就是刚才也说的就是不要再有和这些 有这个forced labor的公司和集团继续去运作 我记得上届政府其实有议员 是在国会推动就是 立法就是禁止有用slavery labor 或者是crimello的产品在澳洲收买的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 就是联合国出了一份这样的人权 其实就等于confirm了中共在侵犯人权那里 是有很确实的证据 我觉得作为在我们澳洲的 无论是维吾尔族的团体 西藏人的团体各样 或者我们香港应该努力地推动回 包括这里的国会 限制一些强迫劳动的产品在那里 或者商品在那里售卖 甚至是根据这个报告里面 去针对一些中共的官员 是inpostsension的 甚至是对这个来自中共的一些党员 或者一些官员 实施更加更加大的限制 无论是入境或者他们的移民 也应该有更加大的限制 是的 但是对于澳洲的商界来说 为了我们一般打工仔 我们不是议员去inpostsension 但是我们都有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最近大宝都接触很多企业 他们都开始常常谈及一件事叫做CSR 就是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包括环保 包括是怎么样去共融 就是有equality 男女同工同酬 其中一件事大家都看得很重 这两三年都看得很重 就是不是美国会看得很重 而是澳洲的企业都看得很重 就是叫做modern labor slavery 就是现代的劳工的一些奴隶法案 就是我们也不是说150年前去买奴隶那种制度 但是现在的modern slavery已经进一步 就是强迫劳动 你已经是叫做modern slavery 或者是那个人是很不愿意去做他的工作 你是要监他做的 就是modern slavery 就是最近接触到一些企业 就是问我们去拿一些acknowledgement 就是关于modern slavery我们要遵守 你要确认你是没有modern slavery的 没有强迫劳动的 这样其实就是国际间 已经是开始去追求你的确认书 就是要签了你没有 你证明你这家公司是没有用modern slavery 就是没有强迫劳动 没有强迫劳动或者没有监人去工作的 没有童工 那这些就是一些叫做有企业责任 那么现在对于在澳洲的企业来说 如果你import from China 就会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因为你纵然你可能你import那个人 他可能是沿海城市的一些工厂 去做一些产品出来 但是你可否证实过一间工厂里面 没有一个维吾尔人是被强迫劳动的呢? 因为我们也听到很多的 就是我们看了很多的报道 现在你看到这个新疆人权报告都说 它已经去到2019年了 然后巴切来特就去了新疆兜了一个圈 又看了一些东西了 但是问题呢 现在它就开始化整为零 说将一些我们不搞集中营了 我们不搞职份中心了 我们就拘留了它们 但是呢 就搬了它去沿海城市 可能是移乌啊 可能是一些沿海城市去打工 帮你赚钱而已 帮你家去增加收入 改善你的生活 但是其实你也是强迫劳动的 那如果你是一间澳洲的企业 你去供应一些 从沿海城市 怎知道有一个新疆维吾尔人在那里 那你也会糟糕的 嗯 其实呢 说真的在内地的 就是MIC made in China 这些产品呢 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可能要尽量小用啦 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 很多都身体力行的啦 当去买东西的时候呢 都很下意识地看一看 究竟是 产品来源地在哪里啊 究竟在哪里做啊 那我想这些民间的活动 我想在商界方面呢 我们也是要很 很投入一个 他们需要的社会责任啦 那我知道都有些人 有心人在推动着 不投资指数啊 就是说有些 有问题的企业啊 就是要推动他们 就是不投资在这些公司身上 让他们 令到他们的发展空间 又限制了他们的发展空间 是啊 这个也是一个私家压力 作为一个股问 也是一个很私家压力的机会 那么 如果这个新疆人权报告 已经出了的时候 我知道美国一定会做事的 因为如果美国的公务员的退休基金 他去投资这些强迫劳动的企业 一定会出事的 所以一定要退市 就是看到很多中国企业 去了美国现在要玩退市 其实有几个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 他一盘数不知是否真的 即是他一盘数 连一个美国的会计监管机构PCAOB 问你拿会计底稿 你已经咬咬的时候 那又会有些问题 第二件事是 你真的保证不了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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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美国公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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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共有多少次是承認我做錯了 我會收回 你沒有聽過的 連海牙國際法庭說南海九段線不是它 它都說不承認 都是繼續在這裡起島礁的 你第一天吃它嗎? 其實過去中國聯同的很多個國家一起聯署 施壓是不讓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發表這個報告的 當然它反覆都是說這些是反華勢力的 污衊中國虛假虛假訊息 歪曲中國的法律之類的 干涉中國內政的路身上談 我們TBingo還有總幾項這些回應 但是我們真的非常期待究竟西方國家 或者我們民主國家對於這些報告 怎麼樣去作出回應 做應該做的事 是 但是我最怕就是他們又在那裏諸多辯駁 又在那裏詆毀聯合國的人權事務委員會 搞一場大浪漫去做份唱衰中國的報告 我最怕搞一下搞一下新疆人權報告 之後有個續集叫做香港人權報告 其實之前他們都出了一些聲明 是說這個人權事務委員會是關注香港的狀況的 但是我相信新疆的事件是有機會在香港重現的 Sophie 你覺得呢? 為了避免這些人權侵犯繼續出現的話 我們繼續要去發聲 去嘗試去引起各不同政府的注意 希望不要有另一個新疆發生 也都希望新疆這些人權侵犯 這些人權侵犯都要停止去施壓去做 其實我再說一件事 其實接下來的 現在九月 接下來其實澳港聯和其他國家城市的組織 都將會去坎培拉續行一個遊說行動的 正直現在這個報告出來了 我覺得我們都會可能將這件事 放回到我們遊說的項目裏面 希望這裡的政界去關注香港的一些政治犯的狀況 我們起碼有成二千多人目前是在囚的 都是關於因為反修例運動或者國安法 而有不少是根本未審先囚 有一些國安法的一些政治犯已經被審先囚 已經差不多坐了差不多接近兩年的時間 我覺得我們未來的遊說行動 這個一定是關注的 另外就是47人案裡面 我們都會提 希望跟澳洲政府說回 在那個47人案裡面其中有一個被告 叫吳政亨其實是澳洲公民來的 我們其實在過去都不是說 將這件事提升得很 就是有一個公眾關注 我想這件事情我們都要給公眾關注 我們其實有一個國民目前是在香港 被控制違反國安法 面臨這個相當重的一個責任 而他目前是認罪 究竟他的司法權益有沒有受到保障呢 我們希望澳洲政府是關注的 是的 我覺得是絕對值得關注的 就是連新疆人權報告出來之後 黃英賢外長都要出發一個聲明 去支持這個人權報告 然後對維吾爾族人表示同情 當然我們都是熱烈去要求澳洲兩邊的議員 去為香港人權的狀況都是要發聲 這個也是重要的 當然我也不希望有一個香港人權報告 那麼高調出來 如果有香港人權報告的話 香港的人權為香港人 就是留在香港的香港人 應該會受到很大的患難才會出到一個報告 所以其實是 當然我們去為議員發聲是最重要的 要議員為我們發聲是最重要的 但是同時間都是期望香港人權狀況 不要繼續變差甚至變新疆化 我們經常說新疆2.0是香港的時候 當然我們都不會希望這件事出現的 沒錯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是的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多謝Sophie今天上來我們的節目 跟我們去談、去說 希望將來日子多些邀請你上來再和你查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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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空又在這裡相聚一下 是的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 我們再和你查一下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拜拜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 感謝一直相信同樂廣告去支持香港台的新舊同路客戶 因為你我們會揭盡所能 商戶包括 香港商戶Chicky Duck 二婆瑪麗馬來西亞餐廳 北角青藏牛肉麵 位於香港鴨利州的家祖辦館 有誠欣慕 加拿大溫哥華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HK Mall 加拿大多倫多 Scrunchies Restaurant 大家好 Papawak 尼安家師 Maxim Wills 地產鐵三角Johnson Resc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城裝飾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機慢活市集 Woop 益困定裝保濕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d Sir Engie 鄭太保險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感激李同路 Speed of Hong Kong 曾共度困所奔波每一年 如同路患難每一刻 總有支持 無分的難忘 無明天一起每天 一起奔安和寂寞分享這信念 無論你的計劃架錯 總可再見面 回頭著決意的理想 奔向飛前 相一起同行 不孤單一人齊抵抗暴雨 一起看自由其後 萬歲到白樓 不孤單一人齊抵抗暴雨 永光能知同行 不孤單一人齊抵抗暴雨 discount 不孤單一人齊抵抗暴雨 暴雨 不孤單一人 超級快 夥暴雨 揭雨